Hello 大家好 又到寶仔教煮的時間 今天就是煉燒 大家做一個特別的湯圓 有元寶湯圓 有金吉湯圓 有很多花花湯圓 材料就有以下 我們先做一些芝麻糊 先做一些芝麻糊 黑芝麻 150克 朱古力大概是少許 糯米粉 400克 水 280克 還有一些色素 綠色色素 黃色色素 綠色色素 慢慢加 加少許 這樣加少許 攪拌 攪到一個粉糰狀 大概這個狀態就可以了 把大約10克 放到滾水中 煮一兩分鐘 成一個糊狀 成一個糊狀 放進去 煮一至兩分鐘 混進去 沙的那裏 再攪勻 混合了熟的麵糰 先加少許 水 放進去沙的那裏 再攪勻 沙的麵糰 我們現在拿了大約50克 混好的麵糰 不可以黏手 做一個 柚子 金 做橙色 用黃色和紅色混合 大約 三份黃色 一滴紅色 拌勻 一滴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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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勻 拌勻 六色一滴紅色 大約10克 兩片用二十克 就做一片片片片片 先放一點 先放一點 大概一點就可以了 不用這麼多 放幾個 你可以不同口味也可以 可以的,隨便 之後我們用大概10克做一塊葉 挑黑先 挑到適合 像這樣 可以做出麵團 就可以黏著這個 加上這個粒頂 搓成很小 變成那個油脂 大金 金銀杏 現在設置金元寶 現在可以拿了大概50克 搓麵團 我們就可以加 大概 2個黃色色素 生滴了 先滄均勻它 這次我們再加了巧克力餡料 再加了兩條旁邊做個元寶 很好的 好了,甘雲連煲製作完成了 有這個... 甘呢 還弄上花花 大概這裡有30g的麵團 加大概一滴 的紅色素 搓均勻 搓到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弄五個圈圈的花粉 中間就弄一個白色的 這個花組組好了 有花花 有金吉 有吉吉 大吉大利 還有蘆寶的 我現在弄了一隻豬 還有一隻豬豬 現在全部都放好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快做到了 蒸完 哇,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就是元宵節 大家元宵節快樂 有情人又忠誠 這裏有花 帶出大家有桃花雲 花開副櫃 還有這個元寶 是金文滿屋 哇,有這麼多元寶 金吉就不用多說了 金文滿屋 有這麼多元寶 有很多桃花雲 有吃了之後 還有呢 就是豬豬 豬原屋用 豬原屋用 看不看 豬原屋用 看 在這個金文滿屋 有豬原屋用 大家呢 就 開開心心 看完這個年 看